大家好,我是艾圆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 接着来到祝梦边境,传送到屋顶花园 传送完了以后呢,回头往南边走 这边是一个拼图 首先,拿上第一块碎片 我们这里放到右下角第二个 转两下 然后第二个,放到右上角 第三个,这里放到左下角 第四个,放到第一排的第二个 然后第五个,放到第一排第一个 第六个,放到左下角 第七个,放到右下角 第八个,放到中间 然后第九个,放到对左边 最后一块是第十个 这样就好了 这边是第七十二 然后继续往西边走 走冠来左转,这里也是第七十三 然后回到,这里有一个气球 气球上面有一只狭鸟 这里先打一下冠 打完冠,这里也是第二十七指 然后继续走上来 再往北边走 走到尽头,再右转下楼梯 然后左转,这边是第七十四 接着远路返回 然后继续再往南边走 这边下楼梯 然后点一下启动 首先来到最左边 点回收 然后沿路返回 这边是第七十五 看完这个以后呢 继续再往西南方向 这边一直走到尽头 然后点启动 首先第一个,点开启 然后第二个,开启 旋转 第三个,开启 旋转 第四个,开启 旋转 第五个不用管 来到第六个,开启 旋转 第七个,开启 然后第八个,开启 旋转 第九个,开启 旋转 然后直接飞过来 飞过来这里是第七十六 然后旁边这里有个操作 点移动模块 然后再远路返回 点启动 然后飞回来以后呢 这里继续再往东北方向 这边走过来 也是点一下操作 然后点旋转 让它旋转到右边 接着继续往北边走 然后右转 这里向淡于斯转了一圈 然后这里再点启动 这里走右边 这是第七十七 这是第七十七 也这是上品 然后点回收 接着继续往南边走 这边是一个打乖的宝箱 打完是第七十八 也这是上品 然后传送回屋顶花园 这次能直接往西边走 走在尽头这里还是先点启动 走过来这边是第七十九 然后继续往下面走 然后也是先点一下回收 然后继续往西边走过来 在楼梯这里右转 这是第八十 然后继续上楼梯 往西北方向 这里走向来左转 这里有块牌子 然后点一下拽 这只小鸟是第二十八 然后继续往洞南方向 这是第八十一 接着原路返回 走上楼梯 继续再往北边走 也是先点几洞 首先我们来到最左边 然后点一下回收 同样也是先往回走 这里涮一个楼梯 然后左转 关了以后呢 点操作 旋转模块 让它撞到右边 这里撞过来右转 继续往东边走 这是第八十二 都归你吧 然后旁边这里点一下操作 然后点移动模块 这里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右边有一块广告牌 然后点一下 上面这只小鸟是第二十九 然后继续往东边走 东边这里也是一根闹钟 首先中间这根黄色的 移到左下方 左上角的黄色移到上方 橙色的旋转两下 蓝色旋转一下 然后镜子向左边挪 这是第一罐 第二罐 橙色旋转一下 黄色的稍微往下面挪一点 然后第三罐 最下面这根黄色的 向上面挪 然后左上角的黄色的 向上挪一格 橙色的旋转两下 再将左上角的黄色的 慢慢往下面挪 然后最后再来移动一下镜子 向右下方罗 这个稍微有点复长 这是第八十三 然后出来要记得打一下罐 然后来领奖励 或许对你有用 接着打开地图 来到左上方光景台前 首先往南边走 这边是第八十四 都归你吧 然后原路返回 继续往东边走 走上来以后能左转 就是第八十五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打开地图 闯上到右边 来到临至虚影 闯上完了以后呢 继续往东边走 走上来左转 这里是第八十六 都归你吧 然后继续上楼梯 来到西北方向 这里有个花坛 里面这只小鸟是第三十 然后继续往西边走 首先也是来点一下启动 在道路中间 这里也是第八十七 然后继续上楼梯 点一下回收 前面这里也是有一个 往下一桶也是来点一下 首先选择垃圾袋 然后再选垃圾桶盖 然后再选垃圾 那这个宝箱是第八十八 然后再往西北方向 首先第三块拼图 放到最左上方 然后第一块拼图 这里放到第二排的第二个 第二块拼图 放到右上方 第四块拼图 放到第二排第一个 第五块拼图 放到第三排 第六块拼图 放到左下方 然后要选择三下 最后一块拼图 放到中间 这个宝箱是第八十九 然后旁边有一个机关 这个机关是开门的 大家记得点一下 然后方便后续回拿 最后同样 我们还是传送到家族建设局 来拟一下折子小鸟的奖励 拟完以后呢 同样打个地图 点到折子小鸟 显示全部打勾就完成了 有帮助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